大家好,今天要和乔民分享的话题是 下午5点马龙摊牌 林鄙是被樊振东很少 四处有阴,刘国良笑了 今天和乔民们一起来聊一聊 国拼的最新消息 众所周知,目前国拼正式备战 四拼赛的观景时期 在近期,国拼也结束了 热身比赛 这种爆出的超级大能门 那就是 公学老将马龙 被樊振东 林鄙是很少 很多球迷感到难以相信 其实在近期下午5点左右 马龙在社交媒体上面 发了三个字 也算是摊牌了 马龙用大合影 三个字来显示去了 自己的良苦用心 同时 也可以看去马龙作为国拼 领军人物的大格局 在马龙的心中 国拼就是一个 谈结有爱的 大集体 马龙 力行升聚 一切都是从国拼的利益出发 虽然说 马龙 缺席了本次 四拼赛的比赛 但是马龙 依然选择 回归球队 作为樊振东的赔令 来帮助樊振东 强化 四拼赛情的 集训效果 那么马龙的回归 同时 也给樊振东 带了一些压力 如果说 在日常赛中 樊振东能够 击败马龙的话 那么最终 樊振东 在驱赞四拼赛之情 将会获得 极大的信心支撑 那么最终 樊振东 凭借着自己的实力 再加上马龙的良苦用心 也是做到了 四比零横扫的 老大哥马龙 那么 这一切的结果 也许是马龙 希望看到的局面 那么现在 马龙 在本次四拼赛 也算是功成生退 樊振东 通过热身赛 获得了 极大的精神鼓舞 同时 樊振东 也通过 与马龙的强强对话 进一步的 加强了 个人的继续环节 并且在 面对马龙的时候 对樊振东的 心理状态的调试 也是有 很大的利好作用 其实樊振东 目前 排名四拼第一 个人实力 不容置疑 那么樊振东 最大的隐患 就来自于 心理状态 也就是说 在接下来 四拼赛上面 樊振东 能否放平心态 放下包袱 逆拼对手 这才是樊振东 能否大获传胜的 关键所在 并不是说 樊振东 个人实力 会存在问题 樊振东 通过无数次比赛 已经证明了 自己的强大实力 他如马龙 在技术层面上 也是起骨相当 那么现在 樊振东 大胜马龙 更加征听了 自己的自信心 那么马龙的回归 也是为樊振东 经历了强大的自信心 作为国拼的领军龙 刘国梁 看到现在的结果 应该会比较的开心 那么首先 马龙作为国拼的老大哥 领军龙 将手中的接力棒 成功的交给了 樊振东 同时呢 樊振东 也是不负众望啊 凭借着自己的强大实力 战胜了老大哥马龙 正式成为了 南队的领军龙 那么在接下来的视频赛上面 当国拼南队 遭入困境的时候 那么樊振东 就有信心站出来 力挽狂难 扛起国拼的大旗 这应该是 刘国梁知道 润扯帷幄的 结果 也是球迷们 希望看到的满意答案 大家认为呢 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